主料,糯米250克,辅量,水27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糯米洗净,沥干,加水建议浸泡几小时,做出来更软弱,启动棉花功能,程序结束后,制除表面的干壳,稍亮凉,铺在抹油后的保鲜膜上,不放线的可以直接揉成想要的形状, 要抱线的选择喜欢的线,放上去卷起来,我放的是豆沙,切断,开吃,这块切面好像熊猫脸,哈哈,还可以滚上椰蓉,好看好吃又好拿,一点不沾手,烹饪技巧 1-铺在保鲜膜上时,先在保鲜膜上磨点油油住防沾,好整形让刀子沾上水再切 3-糯米品种不同,有的糯米需要浸泡一段时间做出来才软弱,不会仍然像糯米饭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点赞哦 谢谢观看